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如何掌握美股期权的短炒技巧 包括一日赚十倍的末日期权例子 欢迎到视频简介里的连结 或者这个计划 看看课程资料 今晚五夜之前报名 是继续有九折的组料优惠的 为了评估股市的情况 我们通常会用巴菲特指数去感受一下价值水平 最新的读数 又已经来到一个新的历史高点 现在美联储开始转英派 其实已经过多月了 投资市场对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视 复杂的市场起码看到有五个风险 无可否认 最大的市场风险应该是处于40年高位的通胀率 排第一了 今晚九点半又会知道 会不会有更高于7.2%的市场共识的通胀率 两年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通胀已经非常不稳定 预测的风险也很高 经常是故意的 结果一直一直很高 而随着现在各大央行出售 通胀压力 希望会在下半年有所舒缓 但之前我们现在都会面对非常高的通胀 能源价格上升的原因非常复杂 也说鸡与鸡蛋究竟是哪样新鲜 不单只是经济反弹 和疫情之后引发的 经济的需求 而产生了对能源更大的需要 原油价格也被不少人用为通胀的对冲 让上半年的投资市场非常混乱 美国面对着另外一个挑战 可能是今年GDP存在的下行风险 尤其是商品短缺 或者劳动力市场也很混乱 供应链又还没去到平衡 可能是未来铺了一条路 已经很艰难的经济复苏 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放慢了 中央银行的货币措施证的错误 已经说了大半年了 也是重要的风险之一 去年由严重的通胀一直都没有采取行动 现在后之后过要动的时候 大家要被逼加息 鉴于现在的复苏也不能很难估计 不知道会不会开始放慢 央行的政策也处于非常危险的境界 高通胀被迫持续加息 但利率上升又会企业盈利减少 引发财源或者经济衰退等等不利的情况 会不会跟着又出来呢? 中国的经济 现在不会再提到保七保八了 今年经济增长可能只有5.2% 在这里估计 如果处理房地产行业的复苏 有什么差池呢? 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有变数 过去几个月地缘政治也是另一个投资市场的风险 俄罗斯在乌克兰集结的军队 到最后会不会也导致俄罗斯被制裁呢? 这是未知之数 如果被制裁到时俄罗斯反制 天然气运输可能又会中断 令到欧洲的能源价格又会下降 会不会又飙升呢? 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政治 甚至乎是经济的问题 两年前新冠疫情开始 很容易看到股票市场调整一半的股价 下个别股票 下跌两成以前我们叫做熊市 或者今年我们要适应下跌五成 或者只是一种调整的概念 回应今天的主题 如果不懂得管理风险 今年就千万不要投资 风险管理通常都放在我们的投资班 第一堂那里 因为运用衍生工具这个知识非常重要 就像踢球那样 先要做好防守 就跟投资做好风险管理一样 才有机会想想赢球 甚至乎赢钱 有兴趣 去这个K-O-Q看看课程资料 学习如何 稳手突击吧 我会在Patreon的版本里 继续说这几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视频简介里的Patreon连结 支持九哥 看我所分享的更多的详细市场分析吧 字幕志愿者 杨戎